一声巨响 浓烟四起 已经是一片火海 浓烟已经上到几百米的高度 江苏五十年不遇大火 一触其发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博弈 血与泪的拼杀 平安365危机时刻 即将播出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 电话打不出 担心他会回 2016年4月25日 是朱强最后一次 见到他的哥哥朱军军 然而曾经熟悉的哥哥 却变成了自己怀里的 这张照片 那不是他 朱军军是江苏省静江中队的一名战士 安徽省淮南市人 今年26岁 六年前 父母将他送到消防部队接受锻炼 作为消防兵 朱军军和战友们平均每天都要接十多个警 然而 就在4月22日这天 他接近出去后 却再也没有回来 真正是对他说一声谢谢 因为要不是他 坚持了一下 也许我们前面几个人都舍在里面了 2016年4月22日 上午9点13分 江苏静江的德桥仓储有限公司发生爆炸 江苏德桥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位于静江市新港园区 是一家专门从事液态散化 油品及气体的仓储中转站 户区占地面积31.5万平方 共有139个储罐 这些庞然大物的储罐 约有五层楼的高度 分别存储着汽油 柴油 二绿椅丸等化工产品 这些汽油柴油一旦被点燃 整个静江市将会变成一片废墟 各种危险化学品 限制不一样 女后救援的药剂方法也不一样 现场确实是没办法控制 发生燃烧的是二号交换站 和两个存储着汽油的罐体 罐体在燃烧时发出的热度 已经达到了130度的高温 现在更加危险的是 就在距离两个燃烧罐的五米处 是一个存放着二绿椅丸的大罐 二绿椅丸一旦爆炸 产生光气 会释放出瞬间令人窒息的剧毒 从而导致人在分秒中申保 此刻在仓库的西侧和北侧 还有六个总量上万粒方面的汽油管 这些汽油管在烈火的热辐射烘烤口下 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 这将对周边环境产生巨大危害 各种化学品存在一个场区之内 它离长江组航道非常近 一旦控制不住 会形成整个生态环境的私生灾害 下游营水问题都会受到很大联想 这种灾害无法顾量 这也就意味着消防队员必须将两个罐的大火扑灭 同时还要保证附近的二绿椅丸 以及周围的其他罐体不被大火吞噬 我们能做的就是冷却 周边罐尽量控制火灾蔓延控制的范围 迅速掉下跌量 增原力 然而着火罐体的周边储罐非常密集 想要控制住周边罐体的温度绝非易事 中途有一段时间 确实感觉顶不住 特别是蓝片火势非常毒 当天天宫独作美 刮起了四起的西南风 这对在着火大罐南侧进行灭火战斗的救援人员来说压力巨大 倘若他们控制不住南侧的火势 那就意味着装载剧毒的二绿椅丸罐很可能也被引燃 周边的营兵外有这个温度带移植 有这个二绿椅丸 二绿椅丸可能危险性就要大一点 我们后面无情可守 没有余地 所以我们必须要顶住 我当兵二十年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火 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 指挥员立即决定 让负责镇守在南侧的静江中队向后撤离五十米 就在静江中队向南撤离的三分钟后 意外发生了 着火的二号中转战管道被大火烧裂了一个口子 大量的油水混合液体形成流淌火 以每秒十五米的速度向南侧的静江中队出去 火水蔓延得太快了 就感觉到就是火压了 哗哗就打了打了打了 然后就上来了 猛烈的流淌火迅速扑向驻守在南侧的静江中队 此时仍有八名战士 没有来得及撤离 上来然后就突然一下就围过来就不是知道什么情况就被压得全是浓烟 四七什么也看不见了 反正我们一直知道前方一直在有水泡沫出来 水还一直压力很大 朱军军就是手带南侧的静江中队消防队员 当天他负责坚守在后方给战友攻击水和泡沫 眼看着流淌火像巨浪一样互相战友 朱军军第一反应就是调高泡沫的浓度继续给水弹加压 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火势蔓延的速度 为战友多腾出一些撤离的时间 我们八个人没有任何伤害 没有被任何火势侵扰到 全部撤离出来 在朱军军的掩护下 战友们都转移到安全区域 但朱军军却失去了最佳的逃生时间 瞬间被大伙围困在驾驶室 他是驾驶员 他有足够足够多的时间 他比我们有足够多的时间 会去逃离这个危险区域 假如说他的心理素质不高的话 或者说他的责任性不够高 或者说是 他当时我是怕了的话 他要先撤离了 那不是 不是损失了一个他一个人 是损失了我们八个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朱军军依旧坚守在车内的驾驶时 守护着自己的战友 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回了战友们的安全 牺牺牲是军人的付出 但朱军军的战友们更加知道 作为军人 他们的最后职责是应该胜利 尽管战友牺牺牲了 但是他们眼下更重要的是要夺下这场战役的胜利 还没有救护着我们还要继续作战 我们也不能让战友的这种生命 爆炸场区危机四伏 当时都躲不住 火都烧到河里面去 楚冠区频频告急 战士们寸步难行 火场中他们如何化解危机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爆炸发生五小时后 江苏省几乎所有的消防力量都赶到了爆炸现场 增援力量的到来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静江中队的压力 但是很多灌体由于长时间的烘烤 已经开始膨胀变形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再控制不住火势 这些灌体很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当时都躲不住 因为我们的对讲机都听到 火都烧到河里面去 都顶不住 在距离起火区域约10米的地方 由8个直径约100米的球形楚冠 罐内存放着大量的液化厅 罐内的液化厅温度一旦超过50摄氏度 体积瞬间可增大300倍 从而引发超加爆炸 这也就意味着 场内的139个楚冠都可能会被炸毁 这样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 火势非常大 应该说每一个段都到了力量的极限 此时此刻 若将彻底控制长驱温度 打压住起火区的火势 必须切断供给着火区的燃料 但是猛烈的大火 早已将自动关伐断料的系统烧毁 若想堵截燃料的输送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入储关区 手动关闭灌起旁边的罐门 然而想要完成这个任务 挑战不言而喻 火势是非常猛烈的 离得很远就能感受到那种温度 此时烧了13个小时的大火 不但没有减重 反而随着突变的风向 变得更加凶猛 管体周边的流淌火 也因积水不断升高 随时都有流淌蔓延的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 指挥员立即下达了官罚的命令 4月23日0点20分 南京支队抽调副支队长何凯 以及经验丰富的战士王德志 马斌 赵杰 罗忠臣 丁梁浩 与场内的技术人员一起 深入起火灌区 说实话心里是没有底 毕竟没有经历过自己这种状态 大家都应该说在一路上都是沉默 应该说都是沉默的状态 尽管在出发之前 战士们已经在场区外模拟了官罚操作流程 但关闭阀墓的路线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崎岖 不仅有纵横交错的管道 还有几十个大小不一的阀墓 它这个过去不是说像一条路一样 它也就是20公分那样的 然后它旁边还有戳笼复杂的管道一上一下的 还在里面滴的钻过去 打的水比较多 那夜位就深的比较高 大概到我胸口这个位置 场区的技术人员只能指出阀门的大概方向 具体的位置仍然需要消防队员 钻到水下去摸索 踩不到地上 就是那个管道特别复杂 随时就可以搬一半的 水下有很多这种阀门 手上还戴着手套 你摸到什么都有一点像 为了尽快地找到要关闭的阀门 战士们决定分区并排搜索 我们就在水下就一直摸 摸了大概有个两分钟左右 就找到那个方门 凌晨一点 南京支队成功地将向起火区输送物料的阀门关闭 彻底切断了油料的输送 为总工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关闭阀门一个小时以后 4月23日凌晨2点04分 场区的明火全部扑灭 这就意味着422这场灭火行动初步告捷 然而战斗虽然胜利了 但年轻的朱军军却无法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了 战友的感谢 灭火行动的胜利 朱军军再也无从知晓了 父母兄弟的悲伤 他也无法慰藉了 但是他用生命守护的这方土地平安了 这里的人们也将永远铭记这个勇敢的年轻人 他不在打了下个月是弹琴回家的 想让他提前回来一下 他要等到家里弄忙 才回家 他说 等弄忙的时候可以为啥帮忙忙 结果他就没回来 朱军军平时话并不多 但他总是喜欢拉着战友听他吹口琴 可能他是希望以这种方式 为战友舒缓紧张的生活 他们也 水平嘛 所以那种 说我们开玩笑讲叫草台班子 我们听的时候就是一直开玩笑讲 反正 噪音 现在是 就是南大天天睡 我们都会觉得 是很悦耳声 那都不是噪音了 那是鼓音 朱军军走了 但他的战友 却依然战斗在他倒下的地方 不断地给灌堤后续降温 直至五天后温度真正降下来 这群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年轻人 就是这样前赴后继 用自己的汗水 热血 坚守在火场第一线 目前事故原因 仍在调查之中 据国家安检总局局长杨焕宁表示 从初步查明的情况看 422活灾事故 是一起由于微化品生产经营单位 违规动火作业导致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目前相关人员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5月5日 山东省林仪市消防支队接了报警 在山东省林仪市举南县 一辆满载混凝土的工程车 在快到达山顶市突然失去动力 导致车辆滚洛杉亚 副驾驶的一名男子 因为未系安全带而被甩出了车外 当场遇难 而司机则是系了安全带被困车内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 先对车辆进行了固定 以免其再次下滑 随后利用破拆工具 对工程车进行破拆 十分钟后 司机被成功救出 平安365提醒大家 安全带能在发生车祸时 大大降低死亡率和受伤率 所以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 在驾驶或者乘坐车辆前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цент文化 解肌 银 百zt辆良 百分枪 导致 人 感谢观看